在他心里 想当然地以为 秦晨对自己感兴趣 否则这里这么多奇之异宝 秦晨为何偏偏对一女子喜爱的 不老实这么在意 而且专门告诉自己呢 一时间 气氛竟然有些暧昧起来 秦晨的心中一震 这刘灵云 他不会误会什么了吧 正想转移话题呢 秦大使 帝王金石找到了 就在这时 刘元沁回到了密室 只见他手里 捧着一颗通体璀璨的乳白色金石 这金石仅有拳头大小 却散发着一种让人心悸的气息 仿佛一个帝王俯视他的臣子 果然是帝王金石 秦晨心下一喜 轻轻抚摸帝王金石 眼中流露出迷离的眼神 有了这块金石 自己那武艺大阵算是成了 刘灵云心里对时有些郁闷 这秦晨是不是男的呀 自己这么大一美女站在他面前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反倒是看那帝王金石这么兴奋 难道 难道他还不如一块金石吗 走吧 随手收起帝王金石 秦晨转身向宝库外走去 随行地流言信一证 他被叫过来 陪同秦晨进入宝库 其实也明白父皇的目的 他就是想拉拢秦晨 让秦晨在宝库中多看片刻 看看是不是能看中其他的什么 到时好好打打关系 否则呢 一块帝王金石 岂需要他们来陪同 只要派人来宝库中直接拿了就行了 如今看见秦晨直接要走 却让刘元庆愣了 这个秦晨呢 还真是个正人君子 这宝库里的宝贝何其珍贵啊 任何一名顶尖高手进来 都会是无比惊叹 忍不住四处溃叹 心生邪念 但这秦晨呢 他一丝杂念都没有 让他忍不住心生敬佩 他联盟笑道 秦大师 难道不看看其他的吗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秦晨就说道 得到帝王金石 秦晨迫不及待布置武艺大阵 好让卓清风等人突破了 不彻底击溃冷家 他心里始终不安呢 只是呢 三人刚刚走到宝殿门口 突然 一丝诡异的波动 从不远中传来 秦晨感觉储物戒指里的神秘锈剑 竟然微微发烫的 怎么回事 秦晨转头 看向波动传来的地方 却是一间古朴的密室 秦大师 怎么了 看见秦晨停下脚步 刘元庆疑惑道 这间密室里有什么 秦晨指着波动传来的密室 问道 刘元庆看去 顿时笑了 啊 秦大师啊 这密室里摆放的 都是我们大威王朝 得来的一些古怪之物 里面有很多东西呢 都是残破的 而且不清楚来历 只是 极为非凡 所以呢 都放在这儿了 可否带我进去看一看 秦晨皱眉 能让神秘锈剑产生反应的 会是什么宝贝啊 哦 自然可以的 刘元庆毫不犹豫 直接把密室打开了 秦晨刚刚走进去 便感受到波动传来的地方 指间那地方堆放着一些东西 而波动传来的地方呢 却是那东西的下方 秦晨当即走上前去 把面前的杂物翻开了 一件残破的铠甲 出现于秦晨面前 上面布满了灰尘 甚至还有一丝绣剂 十分的古朴无华 但秦晨能感觉到 当这一件铠甲露出来后 竹剑子里的神秘锈剑更烫了 好像是烧了起来 但随即呢 又沉寂了 就是这东西 秦晨敢肯定 就是此物让神秘秀剑 发生了一变 当即 他细细打了面前铠甲 整个铠甲朴实无华 但内部 镌刻着极为复杂的纹路 甚至连秦晨都看不明白 其中的具体构造 应该是某种上古铠甲 纹路的结构 属于上古阵纹结构 秦晨随即把阵力输入其中 但整幅铠甲没有丝毫反应 显然 里面的阵纹已经有所破坏了 失去了原有的效果 也不知能不能复原 秦晨皱着眉 不管如何吧 能让神秘秀剑产生反应 秦晨便不敢轻视 这里面的结构 应该还没完全被破坏 说不定有修复的希望 这铠甲是哪里来的 秦晨问道 刘元庆和刘灵云 疑过地看着他 不知秦晨为何 对残破的铠甲感兴趣 但见秦晨发问 连忙翻阅一旁的记录本 片刻之后 刘元庆说道 找到了 这副铠甲是数百年前 皇宫一位高手在王朝边境 妖族山脉一个秘境所得 其历史悠久 应该是一届远古时期的铠甲 而且 坚硬无比 炼制材料也十分特殊 至今没有剑宝甲 鉴定出到底是什么材质锻造而成的 而且其坚固无比 就算七七王兵 也无法在上面留下痕迹 因此 在没有损坏之前 应该是七七王兵以上的宝兵 甚至更高的品级 只可惜 这么一件宝甲损坏了 不知什么原因 无论如何催动 都无法激活其中的阵纹 因此 铠甲除了牢固之外 没有别的价值了 本来我皇族高手也想穿上此物 至少极为坚固 只是此物穿在身上 十分的不舒服 而且极为不合身 最关键的是 无法催动阵纹 只能护住上半身 行动起来又不方便 等于是带着一个累赘 因此 一直被放着这儿 几百年都没动过了 刘延庆看着记录本上的记录 解释道 哦 原来是几百年前得到的残破改奖 如果不是宝库中 每件宝贝都有来历和记录 这么多年了 恐怕根本无人知 想其具体来历了 妖祖山脉的秘境 秦晨照起了眉头 大威王朝和五国接壤 也能借入妖祖山脉 没什么稀奇的 但自己的神秘秀剑 似乎是来自妖祖山脉的 一个秘境 难道双方有什么联系吗 不用秦晨猜了 他敢肯定 双方绝对有关联 不知此物 可否让秦某带走呢 秦晨抬起头来 问道 秦大师既然感兴趣 只管拿去便是了 来之前呢 父皇也有交代了 只要秦大师感兴趣 都可以拿走 谁曾想呢 秦晨之前 在真正的宝屋面前 没什么反应 反倒是要带走这 秀气斑斑的残破铠甲 这也真是让流言尽无语呀 秦晨点了点头 刚准备收起残破的铠甲 可突然看见铠甲上 一部分纹路 心里猛的一跳 奇怪 这些纹路怎么这么熟啊 似乎在哪见过 目光一闪 秦晨瞬间明白了 自己到底是哪里见过这些纹路 这上面一些纹路呢 有一部分 竟然和古南都中 他所掌握的密纹有些类似 似乎是同出一圆 难道说 此物之所以无法练化 并非因为明文断裂的原因 而是因为真理不对 秦晨清楚地记得 当初在黑死沼泽 自己和黑奴 进入神秘宫殿 却迟迟无法打开的石柱 最终呢 利用古南都掌握的诡异之力 这才催动石柱 进入宫殿的核心 难道说 这残破的铠甲也一样吗 心念一动 秦晨马上运转神秘宫法 当即 一丝阴冷的力量 从手中弥漫而出 瞬间涌入身前的铠甲之内 当那一丝力量进入 整个盔甲似乎微微颤动一下 秦晨有种感觉 这存放了不知多少年的古老铠甲 仿佛突然间活了 这种感觉十分奇特 那残破的铠甲 还是眼前这副模样 一点都没变 甚至呢 上面的灰尘也没少生一丝 但秦晨就是有种感觉 这残破铠甲像是沉睡了 而现在呢 已经缓缓地苏醒了 你们两个等一下 秦晨目光一凝 当即盘膝而坐 开始尝试用诡异真理 裂花这具神秘的铠甲 看见秦晨的举动 刘元沁和刘灵云 都是一证 秦大师 你不是想裂花这铠甲吧 之前册子上说了 此物已经残破 当年我大卫王朝 几大顶尖高手都曾裂花过 耗费了多年精力 最终呢 还是没能裂花成功 可见已经完全损坏了 想裂花 难度恐怕挺高啊 即如登天 根据记载 当年裂花过这铠甲的 甚至还有七接五王级的 他们都没能裂花 秦晨怎么可能呢 但秦晨没理会二人 而是细细感知 其中的明文结构 嗯 果然有变化 当秦晨运转诡异真力 融入铠甲之中后 整件铠甲里力量 像是一点点复苏了 慢慢地变得有活力起来 半个时辰后 嗡的一声 当诡异的真力 运转到铠甲上 每一道明文后 整件铠甲 陡然散发出一阵 迷蒙的光亮 一旁的刘元沁 还在苦笑呢 说道 秦大师啊 既然上面都这么记载了 说明此物确实不能裂花 您这么做 根本是无济于 啊 话音未落 刘元沁撇接散发 迷蒙光亮的铠甲 声音戛然而止 眼珠子一下瞪圆了 你 秦大师 这 这残破铠甲 你裂花成功了 刘元沁张大嘴巴 好像塞进了好几个西瓜 反应过来的刘灵云呢 眼珠子也掉了一地 先前五哥说什么来着 皇族当年很多高手 花费数十年 都没有炼花成功 那个啥 秦大师半个时辰就成功了 莫非说 秦大师造诣比王朝 曾经的武王强者还强吗 此时呢 秦辰却没理会二人 精神全部落于 面前的铠甲之上 整件铠甲布满 诡异的密文 光芒流转 不停地幻灭 一抹铠甲 同时 一道信息 瞬间涌入秦辰的脑海中 远古一魔战将 智史铠甲 级别王级 可融入自身 战斗之中 受一魔之力催动 可瞬间护体 王品一魔铠甲 共有七个套件 完整的王品一魔铠甲 可承受任何级别 一魔战将全力攻击 而不会有任何损伤 乃是一魔族 智史铠甲中的巅峰之作 什么 如此强大的铠甲 竟然只是智史的 秦辰是大惊 烈化这套铠甲之后 残破铠甲中的信息 也传入了秦辰脑中 竟然是什么远古 一魔族 一魔战将 智史铠甲 从这上面细细来看 这一魔战将 应该是一魔族 七阶五王级别的 相当于人类中的五王 一魔铠甲 共有七个套件 分别是头盔 铠甲 护腿和护臂 这其中 铠甲要是最核心的 承载了整个 智史铠甲 防御力的五成 而其其一套 王匹一魔铠甲 可以承受任何 七阶五王级别 高手的权力攻击 这让秦辰如何不震惊啊 也就是说 只要有一套 王匹一魔铠甲 就算七阶巅峰 五王高手权力出手 也很难攻破自己的防御 可惜的是 这一魔铠甲 如今就一胸甲 而且显然有些残破 里面明文 也有不少的断力 但是呢 总体而言 还是能用的 难道这一魔族 就是古南都所说的 远古异族强壮 秦辰心思垫准 若这是这样 为何古南都 一直传授自己的 诡异功法 却能催动 一魔族的铠甲呢 而且 刚才自己身上的 神秘袖剑 遇到一魔铠甲后 发生了波动 难道说 自己得到的神秘袖剑 也是一魔族的武器 秦辰心中狐疑 但怎么都想不明白 这一魔族的 神秘袖剑 是一魔族的 神秘袖剑